自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以来,两年半的时间内,美元已加息7次,目前的迹象表明,美联储赢派的举措还在不断冒进。 有分析式预测,2020年之前,美元至少还将加息8次,美元或正在进入汇率、预利率双发的超罕见中期。 如此一来,债务高企又不具备强大外汇储备的经济体,则提前进入了脆弱的玻璃模式。 我们近期提及,阿根廷、土耳其、巴西、印度这五个市场的债务与货币极其可谓的矿段中,我们将启称这位经济上的玻璃五国,比如由于资本的不断处理,这些市场不断上演加码的美元荒,甚至本国的钱荒。 一如,印度洋行行长不久前也曾无奈地表示,一些新兴市场已经面临严重压力,应付不来了,可能对这样的景象不止已久。 并宣观其道,这意味着更多脆弱的市场或纷纷倒在美元持续袭击的铁蹄之下。 那么,下一个玻璃之国又是谁呢? 山羽玉兰峰满楼,这个玻璃之国或正是此前被特朗普称赞过的亚洲经济奇迹,越南。 路透社7月17日报道,越南火爆的经济正在成为牺牲品。 以越南股市为例,2017年大涨48%,但自今年4月,越南股市初级纪录高点到目前为止,已经下跌了25%,股票经济商Signcom Securities表示, 是,越南投资者他们担心博外投资人,将会撤离越南市场。 自明预计,随着贸易战升级,越南股市的美费最糟糕情况下,可能最低跌至830点。 该指数目前在905点附近,它估计,截至7月初,保证金贷款已较4月减少,只多45%, 此月时股市层出击1211.34点的记录高位。 再来看越南货币越南盾,越南盾对美元自今年2月以来,已跌去多达1.6%,越南盾下跌令人猜测。 其实,股市与汇市下跌分为两种情况,一种是投资者过度解读,各种并不成立的风险的算实性恐慌效应, 另一种则是实实在在的债务之商,而越南经济则属于后者。 换言之,越南经济今年高速增长,都是指了公共债务和赤字堆积起来的。 BWC中文网观察团队认为,在美元量化宽于时代, 这一封写则被隐藏起来,而一旦美元开启长周期加息缩表, 类似脆弱市场暴发展危机的概率则非常高。 前面提到的玻璃五国正是如此,而越南经济也近乎于同理。 图片来源Business and Love, 根据越南财政部曾公布的公共债务信息,越南公共债务总额, 在三年前就已高达20002月顿,越合940亿美元, 整GDP的61%,接近65%的国际警戒时。 越南官方今年稍早还宣布计划出售的国际股权规模是去年的6.5倍, 而在去年,越南通过出售国际股权募集了135.6万亿越南顿, 越合60亿美元资金。 美国彭博社此前就指出,越南高企的公共债务水平, 影响了越南提振支出的能力。 可怕的是,汇丰银行在一份报告中称, 由于越南可能会在2019年逼近该国宪保规定, GDP的65%的债务比例上限, 将该国列为了东南亚最需要鞏固财政的国家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今年第二季度国际游家跳升之际, 亚拿大皇家银行就指出, 借贷能力有限的越穷国家, 可能在进口石油成本攀升之际面临融资困境。 特别像越南, 引渡的获收的影响获将最大。 不仅如此, 由于急速诉求GDP的高增涨, 并规避具额公共债务的风险, 近年越南经济还不遗余力的吸引外资, 除了前面提到的出售本国企业股权以外, 越南还大举放宽了外国人在越南的购房条件, 取消了诸多限制。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, 越南一些城市低连几千元的房地产价格, 成为全世界不少中产阶层投资的标的。 今年一季度, 越南房产市场也因此远超去年同期的涨幅, 然而看似非常便宜, 又有巨大增值空间的越南部分城市楼市, 却为全世界炒房客满下经济陷阱, 因为在越南购房的炒房客, 耐用高杠杆购房后, 其房屋很难找到二手房的接盘侠, 重要原因是当地人的刚需地迷, 图片来源啊, 在越南, 由于私人拥有土地的转让权和继承权等, 可以自己买地建房, 因此, 自建厨房的比例非常高, 这意味着全世界炒房客可能面临囤移的树套房屋, 连年无人居住的禁聚, 而受限于公共设施, 医疗条件, 气候较为炎热等原因, 越南的许多城市并不适合, 和经济较为发达地区, 人们真正的养老之地, 比如, 我们此前提到的胡志明市和洋装市就是如此, 可以确信的是, 一些头脑发热的全世界投机客, 只是想着抄底和升值, 对当地人的消费理念和房产的可持续价值却严重挫盘, 而随着美元加息的步步紧逼, 面对前面提及的债务危机隐化, 和可能成为玻璃之国的风险, 越南央行效仿玻璃五国中, 部分央行加息的脚步, 或也一天天临近, 全世界家长赶的炒房客, 可能此时尴尬极了, 因为他们或将来无法抛售的一套或数套房屋, 背负长达数十年的债务大山, BWC中文网作品, 本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改编, 或转化视频, 音频等, 为者必究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